。 朱克伯格被爆與武毒所有關,曾捐贈43萬。 追責中共放毒,未制裁兩中共高階衛生官員。 美國防部計劃在太平洋,組海軍特遣隊。 淘寶近12億用戶信息被洩露,阿里巴巴闢謠。 中國學者曝光,越大的領導願能講廢話。 中共山東省委員書記尼世,袁中顧委委員,謹靜兩人。 美國保守派媒體《國家脈動》在14日披露了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的慈善團體在2020年7月, 曾向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UNC提供了43.3萬美元。 購買實驗室設備,以解決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的研究。 這筆贈款幫助產生了一行正在等待同行評審的研究, COVID-19傳染病毒,被因試止中的病毒RNA, 和美國有症狀的中共病毒,悶診病人的血清狀態。 這意味著,朱克伯格的慈善團體也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一些牽連。 而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巴里奇博士 與武漢實驗室有合作,也是功能獲得研究的支持者。 他曾參與《紐葉刀》雜誌的聲明,很早就斷燃病毒是自然起源。 巴里奇在一次演講中,還提到他獲得了吉登利科學公司、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福西博士領導的國家過敏, 和傳染病研究所的支持。 不過,福西博士最近在試圖掩蓋他與朱克伯格的關係,顯得有些欲蓋尼章。 報導中指出,在Facebook大量審查用戶, 講到病毒由武漢實驗室試漏的觀點後, 巴里奇與朱克伯格慈善機構之間的財務關係就被發現了。 國家默動披露,Facebook與民主黨人經營的主要故事有一份合同, 僱用了一些CNN的離職人員審查信息,Facebook審查病毒來源的相關貼文。 為的是避免用戶對病毒來源的過多討論, 現在卻引來外界對Facebook的這種做法覺得可疑。 由於中共的刻意隱瞞,導致武漢肺炎獲及全世界, 美國國會眾議員15日提出一項法案, 要求對中共官員和中共衛生機構的高階負責人進行制裁。 據美國之音6月16日報導, 紐約州的共和黨會議主席斯特范尼克和維珍尼亞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 威德曼於6月15日提出了《世界理應制度法案》。 法案要求總統根據馬格尼茲基法案, 對於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有關的中共官員和衛生機構的負責人實施制裁。 並明確要求制裁中共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 同時法案指出要對令到與疫情有關的舉報人和公民記者失蹤, 並限制與疫情有關的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 制裁措施包括,凍結這些官員在美國或受美國控制的資產, 不允許入境並取消現有簽證等。 美國之音認為,斯特范尼克是共和黨在眾議院排名第三的重要人物。 法案反映了共和黨人在相關問題上的政治立場。 不過,由於目前眾議院是民主黨佔微弱多數, 這部法案是否能通過,前景並不明朗。 據美國新聞網站《政客》報導,有消息人士指出, 為對抗中共的戰略擴張,美國防部疑似正在考慮, 將在太平洋地區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海軍特險隊。 報導中指出,這支海軍特險隊是仿照冷戰時期的一支快速反應部隊, 包括於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常備海軍部隊來組建的。 消息人士說,目前該計劃的時間還未敲定, 但這等於是拜登政府直接回應G7領袖峰會, 帶頭團結、西方組成國際陣線, 以對抗中共日增的影響力的共識。 對於打擊北京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集結和侵略行為 不是只有港字。由於美國防部還未向總統國會進行簡報, 所以目前還未確認這支海軍特險隊會與他國合作或是僅有美軍艦隊。 根據了解目前美軍未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 在印太地區組建包括美國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在內的多支特險部隊。 但由於指揮體系層踏,至今資源調度不宜, 所以美國國防部已已組建多國聯軍特險部隊 為該地區可能發生的軍事突發事件做準備。 近日外界獲釋,淘寶網有將近12億的用戶敏感信息被人盜取王利, 相關涉案人員被法院判刑和罰款。 據美國彭博社和陸媒IT之家報導, 據中國商優市最洋區人民法院於6月3日在網上公開的刑事判決書顯示, 一名陸性和一名例性男子因在淘寶網道取大量用戶的個人信息數據 犯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被判刑三年三個月和三年六個月, 並被罰款10萬元和35萬元人民幣。 報導說,淘寶公司於2020年8月14日報警,指出於2020年7月6日至13日, 有人用網絡爬蟲軟件蝕取了該公司的11.8億條用戶數據。 據查,平均每日被盜取5萬條信息,包括淘寶用戶的帳號、淘寶匿稱和用戶個人手機號碼等事物信息。 該事件曝光後,阿里巴巴聲明說,沒有任何淘寶客戶的數據被出售。 阿里巴巴用戶亦沒有因為該事件造成經濟損失。 淘寶發言人也在聲明中表示,淘寶網投入了大量資源以打擊平台上未經授權的搜怪行為。 因為數據私隱和安全最重要,我們已經主動發現並解決這種未經授權的搜怪行為。 我們將繼續與執法部門合作,捍衛和保護用戶與合作夥伴的利益。 據台灣《自由時報》分析,淘寶用戶信息被洩漏事件, 剛好撞到中共在此大力收緊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等網絡巨頭持有用戶信息數據庫的所有權。 中國新的數據安全法將會於9月1日生效。 如果處理核心國家數據不當的科技公司和企業, 將面臨被政府關閉罰款的風險。 據自由亞洲電台16日報導,一段中國經濟學者鄭長洲公開演說的影片,在網絡爆紅。 視像中,鄭長洲將中共領導人的腦底揭反。 鄭長洲在影片中說,優秀的領導是不能隨便說真話的。 一說真話,將這個數據洩漏了。 一個優秀的領導又不能隨便說假話。 一說假話,大家覺得你不厚道。 既不能夠說真話,又不能夠說假話。 那說什麼?說廢話。 哈!所以你看越大的領導, 越能夠說真話。 說真話叫人品,說廢話叫水平。 鄭長洲還提到,他曾經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過三次會議。 他發現會議中每次的掌聲都是由旁邊的秘書處響起。 後來,他就拿秘書處的文件和自己手裡的文件對照。 原來在關鍵的段落,秘書處的文件會寫一個 此處鼓掌,此處長時間熱烈鼓掌。 全部是標準化的。 他感嘆在中國做好一個好的秘書, 那是特別不容易的。 很多網友看完這段影片,都比較擔心鄭長洲的安危, 紛紛留言指出,這位哥哥還在中國嗎? 身體還好嗎?安心上路,可以消失了你。 就是有14億人去乖乖聽黨的言話,你又奈何呢? 103歲,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山東省委員書記 蘇毅然於北京時間2021年6月7日,5時14分,在濟南逝世。 目前中部委員僅剩兩人,蘇毅然早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長征。 1982年,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兼任山東省軍區第一政委,1987年當選為中固委委員。 中固委是在鄧小平的倡議下成立的。 鄧小平任主任,博一波、許細友、譚鎮林、李維漢四人出任副主任。 10年後,即1992年,中共十四大同意不再設立中固委,這一機構從此成為歷史。 在這十年歷程中,中固委共產生兩屆委員。 第一屆1982年至1987年,共有委員172人。 第二屆1987年至1992年,共有委員200人。 據媒體統計,2011年5月,有28位原中固委委員建在。 2013年10月,肅減為23人。 2015年8月,建在的中固委委員僅有17人。 目前建在的委員分別是 萬海豐1920年出生,原成都軍區政委。 李寧安1920年出生,黑龍江省委前書記。